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你參加恩全的網上崇拜 我們今天一起帶著感恩的心 去紀念耶穌基督 為愛我們的緣故 釘身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後祂復活戰勝死亡 我們的復活節崇拜一會就開始 現在很想你預備一下 把你的電話或其他的響鬧裝置收起來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專心 去敬拜我們的天父 就看見了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在全世界的電話 大家只想看得到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會不會走 有這樣的 Leviathan 所以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會不會走 我們會不會走 從此就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了 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基督今复活》 《基督今复活》 哈利路亚 世人听事才述雪 哈利路亚 拜我爱个圣告羊 哈利路亚 主天太地同我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世人听事才述雪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世人听事才述雪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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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远水 血性对 哈利路亚 尊重远水 血性对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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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远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尊重远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有无穷的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使我们获得重生 有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战胜死亡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爱我们每一个 他都要给我们 有新的生命 只要我们信靠他 我们能够经历 与他同行的生活 耶稣基督已经活着 因为他活着的缘故 我们不再彷徨 不再惧怕 不再惊恐 不再憂慮 不再憂慮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活着的主 就是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明天 天父爱智 降上于世上 天父亲 让我的生命 我得昂得描迫 灭水真正 灵水真正 美水真正 灵水真正 消灭水真正 慈爱救主 仍他更天静悟 不再彷徨 随去惊恨 慈爱说再借天 并明日将陀 重见那乎着意 似我身方向 即或有天 过死的阳光 终结明图 崎岖险敬 他就此刻 无空尽生命 那件救主的光照 我荣耀得生 慈爱救主 日他更天静悟 不再彷徨 随去惊恨 慈爱救主 这天 并明日将陀 重见那乎着意 請我生放涼 慈愛救主 讓他救天情活 不再彷徨 隨去驚慨 慈愛絕在這天 被靈入掌陀 從見我活著意 請我生放涼 若見我活著意 請我生放涼 親我的天父親我的主耶穌 多謝你賜給我們 有這麼偉大 這麼深厚的愛 主啊 你差遣耶穌基督 來到這個世界上 要受苦 受死 為的是要救贖我們的罪 主要我們看見 你被耶穌基督 他勝過死亡 他復活 亦都給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正如我們今天 要面對有很多的困境 面對我們 不知道會繼續發展的疫情 但是主要你與我們同行 主要你每一天都與我們同行 而是我們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不需要驚恐 因為主要你就是掌管生命 掌管明天的神 你是我們生命的力量 你的愛扶持我們 你的愛帶領我們 經過這些困境 我們知道 神你每天都與我們同行 因為主要你所賜給我們的愛 是無窮盡的愛 是犧牲的愛 我們多謝你 我們今天祈禱奉主名求 阿門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主的愛是無窮無盡 是沒有保留的愛 願意我們每一位都抓住神的愛 祈禱 尚聽說世界 愛沒長久 那裡會有愛無盡頭 陳族的愛 只在乎曾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行咎 恐到了你已無別咎 無從解釋 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存不留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目頭 至高的愛 盡見於持全的手 看血在流 反應愛沒保留 持續不死地外 愛到萬世不游 為求奉上生命 全歸主所有 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在沒所求 為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尚聽說世界 愛沒長久 那裡會有愛無盡頭 陳族的愛 只在乎曾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行咎 碰到了你已無別咎 無從解釋 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存不留 為人受痛苦 被懸掛在目頭 至高的愛 盡見於持全的手 看血在流 反應愛沒保留 持續不死地外 套萬世不游 為求奉上生命 全規住所有 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在沒所求 為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我已決定今生在沒所求 我已決定今生在沒所求 為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我們一起去看兩段的聖經 第一段是在出埃及記 第九章十五至十六節 現在我若伸手用瘟疫穀經你 和你的百姓 你就會從地上除滅了 然而我讓你存活 是為了要使你看見我的大能 並要使我的名 全片全地 第二段的經文是在羅馬書第八章三十七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我們已經得性有餘了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林志輝牧師 在我們當中分享信息 林牧師他是恩與之聲的總幹事 他曾經是多倫多 成北華人基督教會副牧師 和敬拜牧師 他亦是著名的福音樂隊 讚樂士Channels的成員 在幾十年來 在美國、加拿大、亞洲和世界各地 去傳講神的福音 我們以下恭敬 把時間交給林志輝牧師 各位在全堂的弟兄姐妹早晨 很高興能夠在今早早復活節的主日 來到大家當中 和你們一起分享神的信息 我代表恩與之聲 向貴教會來多謝 多謝你們一直來支持全福音的工作 今天我很想用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叫做 十字架贏家的抉擇 十字架其實是一個刑罰的工具 但是贏家的抉擇 誰是贏家呢? 贏家是怎樣的呢? 很多時候我們想起贏家 當然是那些很有錢的人 因為他擁有很多錢 擁有很多名譽地位 那他就一定是贏家了 但是在好幾年前的時候 我在台灣一個書局裡 找到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 《窮得只成下錢》 因為牧師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說原來有很多人 他賺取了全世界 有名有利 什麼都有 但原來他裡面很窮 很空虛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很明白這個道理 你看到這幅圖裡面 有好幾個世界出名的有錢人 這個資料是十年前的資料 當然現在可能這幾張照片 又換了畫 這批的人 他們很明白到 原來有錢不是表示你得了一切 所以這群有錢人 他們就說 我要把自己的身家 來拿捐 來捐 全部捐出去 讓更多的人 有機會來分享他們的財富 這些有錢人 他們心裡 真的很看通很多事情 他知道他擁有一切的財富物質 他未必有快樂 未必能夠在他的生命裡 得到盼望、得到平安 如果我們看看這個中文字 這叫贏字 原來贏這個字很有意思的 一個贏家 他通常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贏字中間下 有一個背字 以言中國人 這個背字就是金錢的意思 所以很多時候一些贏家 對錢是很敏感的 所以他們特別知道怎樣來使用 怎樣來賺取 但是贏家裡面也需要有溝通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贏家 他們的口才是特別好的 就是他們很懂得去說話 去賣東西 去怎樣來遊說 怎樣來跟別人談判 所以口才的溝通很重要 但是他們對時間的觀念 他又控制得很好 你知道怎樣分配他那二十四小時 怎樣來平衡他的身心靈 他們很多時候對危機意識 上次有個亡字 他們更加聰明 他們知道甚麼是機會 甚麼是一個陷阱 他就不會掉下去 但是很多的贏家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平常心 就是很平凡的一個心態 因為當他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他們在很多方面 他們就懂得怎樣來應對 聖經裡面說了一句話給我們聽 他說你們要謹慎自首 免許一切的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他家度豐富 這句話真的說得好 其實耶穌說這句話的時候 是有兩兄弟走來跟耶穌說 耶穌,麻煩你幫我們分家 我的家財產很多 不過我們需要分家 所以耶穌就跟他說 其實你們為甚麼要分家 為甚麼要為自己那份貪心呢? 我看這個世界裡 有很多很有錢的人 家庭裡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家產 分家產的時候出現很多問題 但我常常明白這個道理 其實我們的財富 我們的名聲 我們的關係 其實你最多可以影響到三代而已 為甚麼我講三代呢? 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你大部分的人 我猜你都記得你爸爸的名字 你爸爸叫甚麼名字 你一定記得 我想問你 你爸爸的爸爸的名字 你還記得嗎? 有些人都說 爺爺的名字一定記得 但我再問上去 你爺爺的爸爸的名字 已經有一部分的人 其實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不過他姓甚麼你應該知道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影響只是上高的三代 再下三代 我相信三代之後 你的孫子、你的孫子 對你的事跡等等 他是會忘記的 所以我們人 聖經裡面說我們要怎樣 我們好好地知道你的抉擇在哪裡 在生命裡不僅是有錢、豐富、貪財 你便能夠得到豐富和快樂 在我們健康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所需要的都是這些 我們想的 腦筋裡想的都是這個數目的 有空想想怎樣去旅遊、退休等等 各位朋友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想的東西已經不是剛才那麼多 你有病的時候 你可能也繼續想想工作 但有病的時候 會花很多時間想想我的健康是怎樣 想想我的家人 甚至有些人會想想 人究竟有沒有一個靈命的呢 除了這個肉體之外 裡面究竟有沒有一種人 叫做熟靈的生命 或者是永恆的生命呢 各位朋友 當你重病的時候 你心裡已經不會想太多 你最多是會想到 家人怎樣分配你的時間 或者怎樣分配你的財產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花很多時間想想 人是否人死如登滅 人的生命 死了之後是否就沒有了呢 究竟有沒有死後之後的生命呢 為什麼人這麼怕死呢 我的人怕很多東西 怕痛 怕受苦 不是怕老婆 尊敬 我們人怕很多東西 但其實我的人真的很怕死 為什麼呢 死是令你和現在生活裡 生命裡的東西分離 一死那一刻 什麼都分離了 你是沒有了知覺 你是和與世隔絕 你是沒有了希望 所以我的人真的很怕死 不怕死的人是什麼呢 我會慢慢告訴你 但在這個新冠病毒出現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很怕死 有很多人都很怕 究竟這個新冠肺炎 我會不會惹到 惹到的時候 接下來我會怎樣呢 我會不會死呢 在香港建築神樂院 有位陳偉安牧師博士 他在網上可以看到一篇文章 叫做瘟疫對我們信仰的意義 它裡面提到 原來瘟疫是上帝對人宣示祂的主權 上帝創造一切 上帝告訴人們祂是上帝 所以當人不聽祂的話的時候 瘟疫就會出現 上帝對以色列文的一個管教 他們沒有聽話 所以神用這些瘟疫來教訓他們 領袖犯罪之後 犯錯過犯之後 神也會懲罰他們 但其實 上帝是要對罪的一個回應 當有很多人犯罪 神就會責罰他們 是想他們回應 回轉歸回 剛才我們讀這段聖經 《埃及》裡面說到 出埃及的時候 摩西想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但是發了皇帝 所以神就要用拾災來告訴他們 我是神 你要讓祂出去 這拾災影響埃及人 每一個災都很害怕 但是祂不肯 到最後殺了長子這個災 法老王決定要讓祂走 但到了第五個災的時候 瘟疫災出現的時候 神就叫摩西跟法老王說 說了以下這幾句說話 他說我若伸手用瘟疫攻擊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在地上除滅了 其實我叫你全立有兩個意思 原來神叫瘟疫出現 叫人全立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我要向祂顯明我的大能 第二 我要使我的名全遍天下 為何要向神的命顯出祂的大能呢 神的大能是甚麼呢 神的大能是創造天地萬物 掌管一切 給我們人有生命 神的大能是甚麼呢 神的大能是給我們很多 我們生活所需的一切 但原來神其中的大能 很大的大能是甚麼呢 就是在聖經裡保羅說 他說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祂的 才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利人 原來福音是神的大能 甚麼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讓福音》三章十六節裡說到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據的人能夠得到永生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些灭亡的人 在那些不接受的人 他说这是愚蠢的 十字架死就死了 甚至其实有没有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呢 真不真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但是当有很多人去明白 慢慢研究的时候 发觉耶稣基督真真正正 在二千年前来的世界上 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这个道理 那些人明白的时候 他就得救了 当他得救的时候 神的大能就给了他 原来人的得救 不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明白一切 研究完之后 我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接受 人的得救 圣经里告诉我 是本乎因 是神的恩典 是神自己白白给我们 这个就是神的大能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爱 而且是祂赐给我们的 我们人要怎样呢 我们就是人要接受 要相信 神的大爱是祂自己主动来找我们 因此所以 在撒开及记 神也表现 要让祂赐给我的大能 亦也同样是让祂赐 要把我鸣传遍天下 马里方福音第二十四章中 chamber中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就来到了 原来有一段时间叫末期 末期就是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的日子 但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之前 福音必须要传遍普天下 现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呢? 我曾经做过一些统计、一些数据、一些资料 原来全世界里面有大概25亿的人 他们是说我相信神的 全世界有70亿人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人相信有神 有很多人都 但是相信神的人 是不是真真正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祂生命里面是否真真正正有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呢? 有一幅图我们看过 虽然这幅是英文的图 但是这幅图里面就讲到整个圣经的历史 从神创造天地万物 一直到最后有一件事叫做最美的永恒 在中间的经过当中里面有神的创造、新旧约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数里面 然后耶稣復活 到了一段大概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现在正正在教会历史的尾期 将来教会的圣徒要被提 耶稣基督要再回来 后面有七年的灾害 最有千禧年 整个历史当中 我们现在看看 其实我们接近末期是很快的 所以在《路加分》里面讲到 怎样呢? 你们都听到打仗了 有很多混乱、惊慌的事要发生 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其实那个末期是未到的 在这些事情发生中 中间有饥荒、又有瘟疫 这些是令到很多人都很震惊的 但在震惊当中里面 神已经选择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工具 在这个选择当中 神选择了六样 其实是七样的武器 但是在这个战争当中里面 我们不是国与国公打打仗 耶稣基督神说到这个末期 是我们和属灵的灵界里面的打仗 是和魔鬼打仗 是和那些在世界上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相信神 他拒绝神的人来一个争战 而争战当中里面 神给我们了六样的武器 再加一样就是七样的武器 我们基督徒要看这七样的武器 《以弗所书》六章里面 讲到这个武器 就是我们真理当作带子 我们要明白神的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有公义的心来抵挡 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要有平安福音的鞋 到处去用这个鞋 去传和平的福音出去 我们又要怎样呢 用信德当作一个盾牌 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战 而且我们要戴上救阴的头盔 圣灵的宝剑 这几样武器 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的 而且当中里面有第七样的武器 都放在这里 原来当这部全副军装之后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 用祷告来将这些武器着想 所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 并且要警醒不倦 使我们有口才能够放胆地 将这个福音来讲出去 原来基督徒是需要用祈祷 求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武器 以至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 来打这个仗 这样才能够成就到神那两个目的 将显神的大能 将祂的名字传到普天下 在早前我们一语之声 为了在疫情当中里面 我们很想带出很多的安慰 给弟兄姊妹 我们拍了很多的短片 叫做《信望爱在瘟疫蔓延时》 在拍摄当中我讲了一句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德国南部一个城市 Opera Merkel的时跡 我想让你来到看一看这个视频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姊妹 我想跟你讲关于一个小城镇 它是怎样借着回转归回神 而脱离了逃避了一个瘟疫的蔓延 在2011年10年前 我和我的家人去到德国南部 接近澳大利的一个小城镇 叫做Opera Merkel 我们去的目的 是为了看一套耶稣受难的歌剧 在中古时代 在欧洲有一个叫黑死病 黑死病几百年里面影响了很多人 结果有大概五千万人死去 在1633年 Opera Merkel这个城市里面 同样是有很多人死 有一天的晚上 这个小镇里面的领袖走在一起 他说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坐以待毙 于是乎有人提议 我们不如去做耶稣基督受难 这一段这个礼拜里面发生的事 一个的歌剧 所以他们就筹备 做了这个圣剧之后 果然在这个城镇里面 再没有人死了 于是乎整个的城镇 他就立约 他说我们要每十年都要做一次这个神剧 今年是2020年 又是这个歌剧会再做的一年 一个城镇 他能够因为疾病 回转归回 去纪念天父 所以他得到医治 同样 今时今日 我们都有一个疾病 有一个瘟疫 有一个coronavirus 在我们旁边 会不会这一个都是一段时间 我们要向神来到回转归回呢 在圣经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 他就讲到 他说 这些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念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谁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如果我的人能够谦卑下来 我们能够向神祷告 我们要认罪 脱离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重新接纳神的时候 神就会医治拯救我们 Opera Magal这个地方 他们的人民 几百年前就晓得这个道理 于是他在几百年里面 他们不断每十年做这个歌剧 而他们的演员 必须是在这个城里面出生 或者在里面住了超过二十年 世世代代 他们将耶稣基督拯救的故事 一代一代地告诉他们 所以这个城市能够受到祝福 他们能够在很多方面 在商业、在旅游 做得非常成功 朋友、鼎姊妹 会不会我们同样在神的面前 我们同样谦逼下来 向我们的天父祷告 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 而我们悔改去继续的亲近我们的神 我们深信天父是会医治我们的 今早早 我看了一些香港无线电视的一个新闻回顾 就是这个背景看到的 原来他们也有报告这个Opera McGill的故事 德国是第五大感染的国家 但是竟然在这个德国南部这个Opera McGill 这个城市这个village里面 一个case都没有了 我看到原来回转归回 去亲近神 向神来到认罪会改祷告的时候 神几百年里面是会保守的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 告诉我们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靠着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本身是一个得胜的主 得胜的主是怎样呢 他是赢家 这个赢家是怎样赢的呢 他开始出生的时候 已经就是普天同庆了 一个大赢家的出生 然后当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又胜过魔鬼 魔鬼问他三样东西 都是欲生的事 欲望的事 还有他自己的地位试探的事 耶稣逐一逐一来打破 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 耶稣基督怎样胜过一切呢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怎样去选择呢 原来耶稣基督 他选择了用十字架 钉在十字架这个方法 来拯救所有的人 来将救恩给我们 这个选择是非常难选的 他是一个神 神要落到世界上做人 然后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是一个刑罚 其实在主前的四千年 中都的人已经发明了十字架这个刑罚 是要来惩罚一些重犯的 这个刑罚就是将它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记得我们中国其实也有一些刑罚 有一个刑罚叫凌翅 凌翅的意思就是将一个人挂在木上膏 然后将它举起 然后用刀逐筆逐筆肉割出来 去到建肉的时候 其实钉十字架比凌翅的痛苦更长 但是耶稣基督竟然肯用这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是一个真是很害怕的 在这个方法当中要受好几个钟头 很辛苦的一个苦辈 而中间里面 他差不多会经常断气 又缺水 但是主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方法 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时候 他讲了十架的七言 这十架的七言里面 其实他不是在身冤 不是在哭痛 这十架的七言 就是为了很多人要代讨 在当中里面他遥书 他交代 他照顾 在当中里面 他有自己辛苦 颈壳的时候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 他说成了 他说这个东西是finish了 他不是说玩完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成了 就是成了了他神的旨意 神爱世人 将他儿子给予我们 耶稣这个赢家的抉择 是用一个很难受的方法 但是耶稣基督是胜过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三日之后 今天復活节 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一个神死亡 是不能够将他绑住在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是胜过这个死亡 在当中里面 復活了他升天 有很多人能够证明 耶稣基督的復活 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在圣经里面说 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復活的主日 父主日有一些妇女知道耶稣基督復活了 但是大部分的门徒都很害怕 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楼房里面 圣经里面说 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所作的地方 门都关了 即是将自己隔离 将自己quarantine 关了门的时候是怎样呢 关了门就没有人敢进来 陷害你 关了门在家里面 你就会很安全 但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来 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调者话就将手和立旁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起落了 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祂是神来的 你们将门关了 耶稣基督都可以走进来 有很多人拒绝耶稣基督 那道门关得很紧 但是耶稣基督有祂的方法 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你的心内 进入这个门 原来门关了耶稣可以进来 很多时候 今时今日 我们教会 没有办法让你进来这道当中 来敬拜神 但是 今天耶稣基督 一样站在我们当中 来到敬拜 原来敬拜 是必须有主耶稣基督 在你当中与你同在 当耶稣在你当中与你同在的时候 祂会给你手的立旁 告诉你 我钉十字架是真实的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里面 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和喜乐 这就是耶稣基督战胜一切 耶稣基督的选择 圣经告诉我 人牺牺牲圣灵 但是耶稣基督服务的主 祂说给我们听 祂会回来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 敬拜 祭祂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 但愿弟兄姊妹 你好好地来想一下 耶稣基督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呼召 就是要显明祂的大能 要将祂的名传到普天下 或者在座之中 有些朋友在网上看的时候 有些人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 我想告诉你 当这个末世未来之前 你要趁这一段痛苦日子当中 你要寻找这个给你平安 给你快乐的神 很简单 你只需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 心里面相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够了 我想在这段时间 和你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是一个复活的主 你为我们牺牲一切 这是赢家的选择 耶稣基督你甘愿选择了这个十字架的路 我们感恩 因为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在座之中 朋友 如果你今天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 你就跟我做一下这个祷告 亲爱主耶稣 我愿意接纳你 求你成为我的主 住在我的生命当中 以致我同样有这个复活的盼望 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多谢你 祈祷逢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愿意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 只要我们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 这一份盼望 复活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主耶稣就会给我们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 为我而生 到处黑暗 进入光明过渡 是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 为我而流 宝贵是家乡 一只恩典永留 是我完成的自由 宝贵是家庭的能 知我生命 主耶稣 我赴福 敬拜祢 宝贵是家庭的旧恩 是你说你的愿 祢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祢 我感谢祢 你的身体 为我而生 带我去黑暗 进入光明过渡 祢的宝贵是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祢 你的宝血 为我而流 宝贵是家庭的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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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庭的旧恩 是我生命 主耶稣 我赴福 敬拜祢 宝贵是家庭的旧恩 是你所里的愿 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庭的旧恩 是你所里的愿 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人是你 atmosphere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朋友 你好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我们都在纪念到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 初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福活节的时候 特别纪念到 在我们周围 就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多么需要神你自己的大能 多么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天父说我们为着整个世界 现在所面对的疫情 超过一百万人就感染 我们求天父你自己亲自的恩典临到 让离开世界的人的亲友 他们的心灵得着安慰 让患病的得着主你的医治 让心灵有重担的 都是被主你自己亲自触摸 天父说我们求你联敏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加去认识你 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 无论我们是未认识你的 还是我们已经认识你的 求主你就让我们在福活节的期间 我们真正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就让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你的 我们能够得着主你的激励 我们未相信你的 我们还未完全明白神你的福音 我们能够有一个追求的心 一个开放的态度 主要我们就仰望在主你的面前 求你联敏我们 我们祈祷的时候 特别纪念到前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更加纪念到 在Markham我们住的社区的附近 周围不同的医院 特别我们昨天的新闻都知道 在Markham的participation house 他们是长期一个护理院 他们有感染的情况 有很多医护人员都离开那个地方 那些需要照顾的人 可能失去被照顾的人手 主要我们求你联敏 求你保守 求你刚强保护医护人员 在我们前线为我们的病人 或者我们的亲友负责 我们求你联敏 保守他们健康的身体 加能斥力给他们 我们这样去仰望 祷告感恩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朋友 我们代表恩全证讯教会 欢迎大家 我们都很想大家 继续跟我们联络 假如你在网上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 你还没认识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网上 在脸书 和在我们的恩全的网站 都有我们的资料 我们可以跟我们联络 有个箭嘴纸在下面 你就会看到在我们的网站 最底下我们有恩全的家讯 其实每一个星期五 我们都会有一封的家讯 是放在这个网页 也都是给我们教会的会友 弟兄姐妹的 因为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有什么服务提供 也都是能够让我们一起 在信仰上面同行的 另外我们也都很鼓励大家 就是有一套的电影 是网上的电影 叫做天路历程 其实在过去 原先是在戏院上映的 现在在疫情的时间 四月份是免费 可以在网上去收看 这个电影 我很大力地推荐给大家 无论你信了耶稣 没有信耶稣 你去看这个电影 很有趣味的 也都将属灵生命的灵情 能够有更深更多的认识 最后想和大家提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有网上的崇拜之外 亦都有网上的祈祷会 亦都会在我们的小组 亦都是透过网上去举行的 未来我们在四月二十六号 我们的主一学班 都会在网上恢复的了 礼拜日和礼拜一晚 我们都会有这些主一学班的 很诚恳地邀请你去参加 但是需要报名的 所以请你上我们的网站 也都看我们的恩全加信 那里有详细的资料 也都我们希望大家 就在下一个星期日 四月十九号之前 能够在网上报名 报名之后 我们就可以和你联络 将有关的材料给大家 然后请大家起立 我们唱一首诗歌 彼此的祝福 愿你平安 我们愿意一起去唱这首诗歌 愿主看顾你 愿平安归于你 愿主保守你 一生直到万代 愿主的福气 听到与你 我的主 真的爱你 一起唱好吗 愿主看顾你 愿平安归于你 愿主保守你 我们低头领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但愿那个充满爱 满有大能 使得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面 复活的神 刚强你们 在主里面的盼望 也都使 你们可以有 更加经历神的大爱 愿你凭着信心 得着耐心的平安 盼望 盼望 又愿你们的心思 意念上上 充满着主耶稣基督 复活带来的喜乐 和盼望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色灵的感动 尚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 一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